每天你要把心靈 渐渐地增上 渐渐地升起来 每天你都要脚踏实地地 去做禅定的功夫 每一天你要把妄想妄念 要慢慢地给它减少 然后去体会 这个大方法王金刚 在你的身体里面 渐渐地你的心里 变成一个谈诚 你的心里这个谈诚 也就是 叫做生谈诚 然后再修炼你的第三眼 第三个眼睛 你以你的第三个眼 就是所谓金日塔的那个眼睛 所以一眼 美金一眼 它就是有一个金日塔 然后有一个眼睛 然后有一个眼睛 我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在钞票 在钞票美金的钞票上面 有一个金日塔 一个眼睛 那个就是大方法王金刚的谈诚 竟然印在钞票上面 竟然印在钞票上面 真的是心灵啊 跟这个物质的结合 如果那个人 那个到底一眼美金的 那一个图案 到底是谁画上去 这个人应该也有 这个知道的 我们其实不只是在美金上面 一眼美金啊 这个严严的这个 严情的一个金日塔 上面有一个眼睛的 这个就是大方法王金刚的谈诚 那今天这个谈诚 矗立在这里 这个中观堂 凋夜的丹尚丹 非常的辛苦 联妙丹尚丹也非常的辛苦 她有很多的同门 都非常的辛苦 她把这个谈诚立在这里 这也相争了 以坦诚 不只是在祝福 祈福 这个南投县 更广大 为台湾 整个台湾祈福 也为 这个花年的灾期 这个祈福 他们很辛苦的 把这个谈诚立了起来 那么进去了 你就进到你自己的心 一样的 你心中有一个 大方法王金刚的谈诚 那么在 这个南投的灯会里面 有一个大方法王金刚的谈诚 那么在整个宇宙之间 有大方法王金刚佛 大方法王金刚佛 是宇宙意识 西空 就是 阿达尔玛佛 西空 就是大方法王金刚 西空 还有谈诚 跟你自己本身的心 三个结合起来 你的灵性 自然就可以增长 灵性增长以后呢 你就有第三眼 你就有平地的众生 到了最高顶上的阿达尔玛佛 这个 就是大方法王金刚 谈诚的意义 就是在这里 阿达尔玛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